去年有一段时间 在香港有许多的名人也好 歌行也好 相继地宣告自己破产 在今年呢 由于这个经济的低迷 再加上SARS的试虐呢 很多的餐厅倒闭了 公司也就关门了 所以当然就很多人失业 失业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公司宣告破产 英文该怎么说 我的公司宣告破产了 是的 先生 丹奴 是一个愉快和荣誉 你喜欢什么呢 先生 丹奴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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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在内育堂的nea 丹奴 呃 丹奴 呃 丹奴 啊 丹奴 你問那問題 我發生了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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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聘請嗎 我們聘請 你會聘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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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公司已經倒閉了 其實在你公司倒閉 真的宣布破產之前 通常他們會經歷過 一個叫insolvent insolvent 這是什麼意思呢 可能是一個暫時性的 短期的一個負資產的狀態 他可能三個月過後 又賺到足夠的錢 把那些資產給還掉之後呢 他們就不會去到這個bancraft 也就是這個宣告倒閉的這個境界 但是如果說到個人 有的時候我們也常常說 我破產了 I'm broke I'm broke 這個並不是代表 你真的是破產的破產 而只是可能 你把身上的現金用完了 你把你的這個銀行裡面的這個存款 用完了 但是很快的可能又有錢進來 如果你說到I'm bankrupt 那可就真的是很大一件事情了 可能你真的負債的情況是負債到 你已經無力償還了 一大筆的錢 這個時候你只好宣布 I'm bankrupt 也就是說呢 我真的是無力償還這個錢了 你可能會被限制出境 所有在你最近 在你還清所有債務之前 所有你賺的錢呢 都必須還給你的債主 所以我們花錢千萬要小心 千萬不要讓自己去宣告破產 宣告倒閉喔